各位你們好,今天是星期六,現在下午1點鐘 今天約了幾個朋友去屯門市廣場樓上三樓後面的名院飲茶 我現在先進去,稍後見,千萬不要走開 去名院那天搭六十二號X,在屯門公園站錄車向右走 我們就要上淘天橋,前面這裏就有部電梯可以上去 不足夠便可以走樓梯上去 大輕鬆都可以去屯門市公園的站下車 今次就走上這條天橋 上了天橋就轉右手邊 右邊這裏就有幾個巴士站 看看哪幾個巴士站如果對的都可以坐車來這裏 前面這裏還有巴士站 今次向前走一點,添一點紅色這座建築物就是美芯 美芯我偶爾有去飲茶,不過今天就不去美芯 去名院,名院在屯門市廣場一旗的三樓 在3230號鋪,入到屯門市廣場就要坐兩次扶手斷梯 上了這條,今次又轉左手邊 左手邊一直走,大概走多3-4分鐘左右 就應該到明院了 轉這個彎,靠右手邊 走前一點就是了 我們現在到明院了,我現在先進去 進去酒樓,找到朋友,今次就坐下了 坐下之後,趁朋友在洗餐具,我就看一點點心紙 這一張點心紙,我們從左邊看 醬糕就見到有積點積精 大概就有蝦餃黃,珍珠雞 今次就是排骨,韭菜餃 低一點就有些腸粉類 今次再低一點就是精選的甜品 旁邊這邊,烤手點心就大概有 小籠包,燒米黃和灌湯餃 包天裡就有馬拉糕,叉燒包和菜肉包 再低一點就有韭菜角,春卷和紅爪 再下一點就是牛肉球和紅爪 轉過後面就是精選美食 大概就有燒腩仔,村味無骨鳳爪 下面就有芬蹄和海捷 也都有鎮光牛肉 下一點就有一口豆腐和椒圓猶豫酥 旁邊大絲粉麵,上高就有牛柳絲炒麵 窩燒鮑魚雞粒飯和福建炒飯 下一點就有海蝦衣麵和叉燒絲撈麵 再低一點就有生滾粥品 而旁邊五爐燒米粉麵就有燒米類 下底就田園青梳 這張就是點心和茶架 這張綠色就五次的點心紙 左手邊那裏自選百達就是$388 A那裏就減三款 旁邊BCD就各選一款 下底就是大絲喜餐,價錢$208 旁邊就是大絲粉麵 而下底就是小食的媽寶 價錢$80,可以至少兩款 這張黃色就是祖師的優惠 左邊上高媽寶A,$38一份 可以在下面選兩款點心 而旁邊媽寶B就是$42,可以選兩款 下邊有點心類 最便宜就見到$9.8 就是紅棗花包或者蒸蔥花卷 這張就是下午茶的點心紙 價錢最便宜是$18 右手邊上高那裏就是點心的媽寶 就可以減兩款,價錢$38 下底左邊就是下午茶的燒米媽寶 3點半就折單,價錢$52 再過旁邊就是下午茶的粉麵 價錢最便宜是$78 而最右手邊的米蒜就是最便宜$28.8 酒樓就慶祝20周年 上廁蝦吉王就做12.8 主限同食,供應時間就是星期一至五 現在還有沒有我就不肯定了 另外也有其他優惠 五個五個又過了十多分鐘 今次開始有食 第一碟上桌就是蜜碎豚肉狗碎餃 它是終點,價錢$29 一碟有三大隻,尺寸就夠大 上桌時仍然很熱 要讚一讚,壁柚功夫也不錯 見到它就沒什麼油 不過可惜炸得比較焦點 見到邊邊位比較焦點 今次趁它熱熱,先咬一下 咬下口的奇脆豚肉韭菜餃 真是幾脆口 可惜稍為焦點,邊邊覺得有點硬 皮都算薄,裡面的餡料韭菜也算夠多 韭菜的熱製味道也不錯,不會太濃 裡面的豚肉比較少 這個奇脆豚肉韭菜餃 沒有焦點就應該好吃 今次又來了兩份燒味飯 一份是黑豚叉燒黃 另一份是脆皮燒冷仔 同樣都是$45一份,也跟一碗白飯 先看看黑豚叉燒黃 這碟叉燒看裡都幾大份 差不多有十塊 看裡的色澤都幾靚,應該都幾新鮮 旁邊有黃色的東西盤 接著就加一塊叉燒 叉燒入口的叉燒味都幾好 感覺上都幾新鮮 而且石櫚不會太乾太硬 質地都比較軟,比較軟 這個叉燒也不錯 今次就試一試黃色一條條的 眼眉裡就像年藕 但石櫚的質地就像京蔥 我們都不知道是什麼 今次就再試一試燒腩仔 燒腩仔就... 入口的皮都幾脆,燒得幾靚 而且它又不會太鹹 這個燒腩仔都幾好吃 今次就試飯底 白飯就正常的口感,沒什麼特別 做得上這兩份燒味都幾好吃 現在見到這兩籠就是上煎鮮蝦餃 是大點,價錢就是33元一籠 一籠就有三大粒 上桌的時候都還是好熱 這幾粒蝦餃看起來好像包得幾靚 而且都幾精容通透 趁熱蝦餃,今次就... 趁熱蝦餃先 先試一試蝦肉 蝦肉都幾大塊 而且不會弄得太過死實 而且吃下去都幾大牙 還有少少鮮蝦的味道 熱的味道剛剛好,不會太濃 咀嚼蝦就咀嚼了少少筍 更加香口 而蝦餃皮就不會太厚 也不會太硬 整體上這個蒸鮮蝦餃都幾好吃 接著就是蝦黃牛汁叉燒包 是小點,價錢就是25元 一籠就有三大粒 上桌的時候都幾熱 這個叉燒包的包皮 跟我們平常吃的有些不同 它應該是驚式的製法 所以包皮的口感就是偏硬些 等它一粒一粒 接著就夾叉燒包 打開它,看看裡面的料不多 看到裡面的叉燒粒的成分不算太多 但是叉燒粒的口感就比較軟 叉燒味就不算太濃 醬汁就非常多 幸好它就不會太過濃 而且醬汁就不會覺得太濃和太鹹 這次就試一試包皮 這個京式的包皮有些少少硬度 也有少少咀嚼口 但它是屬於正常的口感 正常上蝦黃牛汁叉燒包都算OK 淡料的醬汁就比較淡 現在看到這一碟就是布拉叉燒滑腸粉 是特點,一碟是$36 我們就叫了兩碟 這碟腸粉的份量都算OK 都算夠多 看到應該是有三條 今次就已經剪開了上桌 這碟旁邊就有個醬汁 已經倒了醬汁 趁它熱熱,今次就調香腸粉 先試一下 腸粉裡面的叉燒成分就一般般 叉燒粒也算夠大粒 而且日口也挺軟 叉燒味也挺好的 裡面還有一些芫荽和一片脆肉瓜 脆肉瓜反而太軟 今次就再試一下腸粉皮 腸粉皮不算太厚 大度也算挺軟,挺滑 腸粉皮也不錯 弄上這碟叉燒腸粉也挺好的 接著就去吃時菜鯪魚球 是終點,價錢是$29 上桌的時候還是2 鯪魚球一碟有三大塊 尺寸每一塊都幾大塊 鯪魚球下面應該有少少娃娃菜 剪了底,還有很多醬汁 醬汁就像是甜的醬汁 今次就夾一塊鯪魚球 咬它,鯪魚球有口就不算爽淡 上次就不算太新鮮 鯪魚肉的味道就不太出 裡面就吃了少少馬蹄和蔥花 然後醬汁就好似要醬到少少陳皮 陳皮好像比較少些 做得上這個時菜鯪魚球就一般 現在見到這一碟就是順德煎鮮肉年藕餅 是大點,價錢是$33 一碟有三大塊 上桌的時候都是異異的 藕餅看起來感覺上又輕微,好像煎得過火些少 感覺上看到有少少焦邊 趁它異異的,然後又加個藕餅 甜的一碟就醬一碟 藕餅的口有少少輕微過火 邊邊有少少焦焦的 但也煎得挺香的,挺美味的 今次又吃了少少蔥花 裡面又吃了少少蓮藕粒,挺爽口的 蓮藕和肉的比例都不錯 熱仔的味道就剛剛好,就剛剛夠味 就不會太鹹 另外壁油功夫也不錯,就不會太油 整體上這個藕餅都算OK 接著就是吃千島脆蝦閣,是大點 價錢是33元,一碟有四大塊 這碟脆蝦閣的外形賣相又一般 見到外面就有些白胸胸的東西 但看內的皮應該挺薄的 因為隱約看到裡面的蝦肉和蔬菜類的東西 接著就加一個點的千島醬吃一下 脆蝦的口感上皮都挺薄和鬆脆 裡面就有很多蝦肉,西芹也不少 蝦肉爽蛋程度就7分左右 就不算太爽蛋 熱仔的味道就剛剛好,剛剛夠味 加上千島醬也挺好吃 剛才吃了幾龍點心 感覺上這裏點心也比較淡 油份也比較少,感覺上都好像健康些 現在看到這個外形又像星星,又像一個盒仔 一個就是鮮蝦蟹肉菜苗餃,價錢33元 一龍就有3塊,尺寸中規中矩 不大也不小 上桌時還是少少熱,今次就加一個菜苗餃 咬一下它 這個菜苗餃裡面有很多蝦肉 蝦肉爽蛋程度都是7分左右,不算太爽蛋 鮮蝦的味道就一般,熱仔的味道也比較淡 蝦肉的比例就比較少,菜苗就多,菜苗也夠軟 菜苗餃的皮就不算太硬,不算太厚 也挺軟 整體上這個菜苗餃都可以 最後就叫了小吃試一下 現在看到這碟在手伯青瓜拼海折 看份量也不算少 青瓜見到也有十幾條,差不多 接著我們試試手伯青瓜 手伯青瓜也挺新鮮,挺爽甜 混合醬汁一起吃,酸酸甜甜又帶少少辣 這個手伯青瓜挺好吃 接著就試試海折,海折日口也挺爽脆 又有少少咬口,最重要它也不會太硬 海折也挺好吃 最後就吃椒鹽魷魚酥 這碟魷魚酥的份量非常多 而且上桌時已經聞到很香濃的椒鹽味 看下去就好像炸得挺漂亮的 而且感覺上脆漿都不太厚 這次就加一條魷魚酥 醬汁就開始吃了 這碟魷魚酥的口真的挺香,挺爽脆 魷魚酥本身感覺上挺新鮮,挺爽脆 這些椒鹽魷魚酥也挺好吃的 又香又爽脆 正呀 現在又是賣單計數的時間 這碟我們七大一世叫10個頂心 兩份燒尾飯,一份小食媽寶 茶錢就每位13元 加一服務費就總數659元 除起上來就大約每人82元 在正價茶來說就不算貴 食物質素來說大部分天心都算挺好吃的 而且這間酒樓的調味料比較輕手 油也比較少 吃得淡厚也挺好 因為調味料少一點,油少一點 所以上都健康一點 明園酒家就不算很大間 樓底不算太高 但是假天花的裝飾蠻漂亮的 座位不算太壁 走廊位都夠闊 所以坐下去都幾舒服 如果要去廁所就要搓箱場的廁所 就在途中箭墜指示那裡就是了 最後多謝大家收看今集 明圓酒家飲茶點心事有報告 今集內容只是分享個人意見 在臨酒之前我帶大家看看屯門市廣場的運動場英雄 這個運動場裏面的設施全都可以用索料吹而成 所以小朋友在這裡玩比較安全 留意一下活動期間去到8月28日 如果還未訂閱的 請你們記得訂閱分享留言 和按LIKE 我們下條片又再見,拜拜